特別注意,如果你剛剛定義名稱 假如一執行之後發現結果錯誤 那你可能要檢查一下 記得在這個上面不是有一個叫做公式的頁面 公式 然後切過來之後這邊有個名稱管理員 如果名稱管理員你檢查一下 反正剛剛我們定義兩個對不對 那你一定會出現兩個名稱 開獎101開獎102 那底下的話就對應到到他的哪個範圍 這個範圍如果不對的話 你可以編輯它 你可以修改打勾就可以了 比如說你可能這個 剛剛選的時候選錯了 可能選的範圍也許只有選到哪裡 也許你這個範圍只有選到比較少的範圍 你可以修改一下 比如你可以選到這裡 打勾啦 這個範圍不對 結果也會造成這邊的公式完全錯誤 結果馬上整個不對了 那其實蠻直覺的可以知道 原來是名稱的問題 所以名稱怎麼改 名稱公式 名稱管理員 裡面找到開獎101 看一下 原來只有選到D2到J2 難怪 因為只有選七個號碼而已 所以怎麼改 很簡單 你從選在D2到J2 Ctrl Shift向下 或者你自己手動輸入也可以 然後再把它打勾就可以了 打勾就表示修正了 OK 那你現在說這個不太OK 沒有辦法把它刪掉 重做也可以 這個方法很多 反正呢 你只要能夠做對就好了 我是覺得這個 就沒有很複雜啦 我是覺得你自己找一個比較習慣的方法 跟它好好相處 應該這會幫上你很多忙的 好 這樣OK的 所以定義名稱 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解決幾個問題 VBA 因為呢 如果你假設函數這個寫完 那下一次呢 如果資料又更新了 你可能要重新再做一遍 可是問題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 每一次都重來 我可不可以把它變VBA 按個按鈕 自動就自動 前面資料更新 然後我後面 就直接按按個按鈕 自動就全部也更新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所以後面的話 我們會希望呢 能夠請同學 做出幾個按鈕啦 不過這個有點難 你說老師那 這個樂透彩就按下去 就是把 這些總共有四個欄位的資料 全部都顯示 清除的話就是把它全部清空 然後格式化的話就是怎麼樣 幫我把排名是前七名的底色喔 把它變成黃色 因為這樣我比較看得出來嘛 那怎麼做喔 那格式化清除就把黃色底色拿掉 那前七名的話就按下去 自動把前七名列在 這邊一個清單 那清除就把它清掉 所以如果假設喔 我希望做出這六個按鈕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當然啦首先喔 格式化這個樂透彩清除應該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可以從樂透彩清除開始 那這個對應的程式碼 其實雲端上都有啦 這邊有個SUB 叫做樂透彩清除 我看你乾脆直接從這邊開始 Ctrl C好了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你就直接怎麼樣 把這邊呢一樣開一個什麼呢 什麼設計模式 這邊開一個Visual Basic 那接下來的話呢 一樣喔 本來應該是空的啦 我這邊剛好有做一個這個按鈕 把這個把它關掉一下好了 那上個禮拜的這個為了不干擾 我把上個禮拜的這個 這個也把它關掉好了 OK好 然後接下來的話 一樣開Visual Basic 然後呢第一件事啦 因為我要寫一個SUB 所以呢我先插入一個模組 動作都一樣 插入模組 然後把剛剛的那個什麼 樂透彩清除貼上 那你這個時候的話 不過我建議喔 你先不要執行 為什麼 因為你一執行的話 他就會把B C D E裡面的所有資料 全部都清空了 那清空接下來 第二步你就沒辦法做了 第二步要做什麼 因為我把它I就是第二列到四三列的每一個資料 通通幫我把它清掉 所以接下來你再把樂透彩清除 複製貼到底下 然後把清除兩個字拿掉 這個就是樂透彩 可是樂透彩跟樂透彩清除有什麼不一樣喔 最大的差異就是樂透彩 這個雙銀號裡面喔 是要放公式的 你說要放什麼公式 其實就是把 各位有沒有看到喔 這上面這個公式喔 直接貼過來就可以了 記得喔 剛剛不是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 這邊不是有四個公式 對 那就分別把這四個公式裡面的資料 貼到這裡面來就可以了 那貼的方法啦 不過有點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貼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有不要放這邊喔 那記得選裡面之後複製 那複製完之後記得一定要按取消喔 否則你切不過去複製 那你要怎麼切到Visual Basic 記得按取消 再按上方的Visual Basic 這樣就切過來 請你把它貼到雙銀號裡面 所以等於是貼要貼幾次啊 貼四次喔 OK喔 所以再做一次第二個 點擊它嘛 選上面 複製 按取消 再點選Visual Basic 再貼過來 OK 那其實這個應該不難吧 反正把公式貼一貼就OK了 你說老師那有這麼簡單嗎 當然沒有 等一下還要再做修改 那再來的話把它貼上 OK喔 然後一樣 所以有四個啦 你就貼四次 Visual Basic 它沒有辦法貼東西 它變空白了 它沒有辦法貼 所以你是有這個 你要插入模組有嗎 有插入 一定要插入模組喔 如果你沒有插入模組的話 你沒辦法寫程式喔 所以記得喔 Visual Basic的第一件事 一定要先確定有沒有模組 沒有模組先 先加一個 OK喔 那一樣喔 分別就這樣啦 樂透彩清除對不對 然後再把樂透彩清除 複製貼過來 改成樂透彩 再來就是把公式 接著貼貼貼就OK 那目前喔 大概就這樣的狀態 那這個時候你會執行的啦 OK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清除嘛 所以優標放清除的地方 按清除 OK 那你說老師 那那個 怎麼樣讓它還原 這個時候再把它執行一下 可是你說老師 那為什麼每個都第一名啊 我馬上出現有問題 什麼問題喔 那跟各位講 主要的原因是 你需要修改什麼 幾個變數啦 因為呢 它的公式裡面全部都是A2嘛 有沒有 這個是A2 下面也是A2 所以呢 第一個公式就是 你需要把2 改成I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呢 它這個A2的值喔 2的值必須要跟著I一樣變動 所以喔 我需要再把I怎麼樣 把它放到2的這個位置 但是不是直接加個I喔 如果加個I就變成A I的那個變成一個文字喔 你要把它插入到這個位置變一個變數 還記得吧 之前我們有做過那個加入變數的動作 如果你要把I放到2的位置喔 做法喔 你可以記上次講的那個口訣 先把2選起來 這怎麼變成全形呢 然後 雙號兩個 我切到那個其他輸入法了 OK喔 然後先把2選起來有沒有 然後輸入兩個雙一號 移到中間 再加兩個and的符號 再移到中間 再加上I就可以了 好啊 記得呢 再把m的前後加上空白 好 這樣的話呢 就是把I的變數有沒有 串在剛剛2的位置了 這個上禮拜有做過喔 這個也是最難 最難的喔 如果你假設喔 能夠慢慢習慣 把變數串在乘4當中的話 那基本上你這個 以後寫VBA應該會輕鬆很多啦 OK 那這個2怎麼辦 一樣嘛 你就選起來 算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把m的前後加空白 反正你多做幾遍喔 那你做個五遍十遍 我想應該你會覺得很簡單 不過你剛開始如果沒做那麼多次喔 你應該會覺得很難 那一樣的喔 這邊b2跟c2 如法炮製 先選2 然後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個I 然後呢 再把and的符號前後加空白 好 那一樣嘛 這個2也是一樣 這個2你就把 或者你偷懶一下 不過我是建議你可以吃 比較偷懶的做法 其實是可以直接貼啦 這邊多一個 不過這個 c右邊沒有東西啦 所以and的I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一樣 第2的 第2有沒有 這一樣 你可以直接什麼 加一個I進去 所以啦 其實最後長得就像這樣啦 等於兩個雙 兩個and一個I 這樣理論上應該就改完了 我大概改幾個地方 分別是a2的2 這個地方 這個a2的2 這兩個 然後還有b2 c2跟d2 ok這幾個啦 其他就是把i串在程式之中 ok 好 這樣完成之後的話 我們再執行一下 所以剛剛清除一下 ok 然後呢 我們就 再把剛剛的結果清除 然後這邊再執行一下 它一直跑 會更新 看起來有沒有對 好像應該都對了 現在是a2 下一個是不是a3 對 下一個a4 對 有沒有 它會一直往下跳一個 那這個有沒有往下跳 A2 有耶 ok 所以其他你大概看一下 那這個排名有沒有 排名第二嘛 再來就是第三 後面這個不改 有沒有 因為我沒有改它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馬上可以寫出 兩個sab 一個是清除 一個是樂透彩的 這個 四個欄位的公式輸出 所以以後 如果假設你公式寫完 你希望把它變成一件完成的話 其實就是用類似的方法 就ok了 好 那但是問題 我們只有增加兩個按鈕 那再來後面兩個按鈕是 我如果希望排名前七名的 幫我把它的底色有沒有 把它改成黃色 那這要怎麼做 ok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快速的把那個底色變成黃 它如果你不會的話 變成你要土法煉鋼 比如7看到7 常用這邊油氣筒按一下 然後看到2 油氣筒按一下 變成你要人工作業 那實在很麻煩耶 因為眼睛要看 然後每次如果要變動的話 每次要改 可是有沒有什麼方式 不要用人工的方式 而是自動幫我判斷 所以判斷怎麼判斷 所以其實這邊如果要做格式化 指的是把小於7的 小於等於7的那個排名 如果小於等於7的話 把它的底色改成黃色 那這樣怎麼做 ok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其實這也不難 其實再加一個格式化 就ok了 請各位先試著把 剛剛這兩段先完成 這兩段應該跟雲端的差不多 我看一下雲端白板 一模一樣 只是我這邊合計 好像我這邊沒定義 ok 所以這邊的話 我把它改成一樣的好了 一模一樣 ok 待會我們來看格式化 跟那個 這個前七名 看前七名清除 今天大概就是原則上 就是把這些按鈕給做出來 只能用六個按鈕 那就完成了 所以你們交作業的時候 記得 你交作業的時候 反正我做了什麼 你就做什麼就好了 不要做錯 不要說按這個按鈕下去 奇怪什麼 就不walk 那就扣一分了 好像 這個 我們助教很辛苦 他每個都幫你們都會看 所以如果假設你按下去 結果發現不walk 扣一分 如果按下去 不是我要的結果 也是扣一分 總共如果假設十分的話 就去扣扣扣 這個比較善良 ok 我剛才想說你直接扣 沒關係 反正幾個地方錯 你就一直扣就好了 你也不要想太多 反正說真的每個地方都 這個到底要不要 扣個0.5 0.1 最後都小數點 反正 當然也會盡量從寬去看待 只是說儘量你們在做 給交作業的時候 儘量不要 最後如果你要交之前 請你再 double check一下 不然的話有bug 有bug這個是 如果一般 職場上是不允許的 程式不是說你寫完就算了 你還要先check一下 每個地方都是確定是安全 確定是對的 你才能夠交這個東西 不然等於是你交的是錯的東西 請各位試一下把這個完成